你的善良 必须有点凤芒 作者 无颜歌 出版社 古吴迁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年 9月 内容简介 何时打开都不宜晚的心灵开悟之书 如果你习惯了舌底 习惯了沉默 习惯了委屈自己 习惯了不拒绝所有人 就会忘记其实你可以有态度 可以有观点 可以有能力 可以有自己松容的生活 36段感同身受的过往人生场景 多维度层层剥开36种隐蔽心理与生活的真相 这样的故事你或者没听过 但是你一定能够感同身受 作者简介 无颜歌 一个选择拥抱世间瘟炼的治愈师 一个行走在文字世界里的灵动舞者 感情细腻 喜欢事后 长期之力于心理研究 读述和逆作破多 作品包括 让未来的你 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这一生为自己而活 人生有多残酷 你就该有多健强等 一个人能够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一生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无时无刻 不被外界的声音指指点点 时间久了就会忘却初心 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坚持自我想法的能力 比起一句温柔的安慰 我想我们更加需要一盆冷水 它会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坏脾气 自己的小格局 自己的低意乔 还有我们自己看不清 而必人家看得一清而楚 不愿意跟我们讲的一切问题 在写这本书的那些日子里面 我一片片地重复播放 张员的歌手关于我爱你 我懂活着的最寂寞 我拥有的都是孝幸我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正如这首歌的歌词所讲的 80%的人心境其实是相似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死角 藏着最深的秘密 随着我们长大 越不信乃温柔的安慰 我们越长大 越觉得直白和坦诚更为重要 同样的 在这本书里面我想讲的是 虽然全部都是老道理 但是对你来说 或者都是新的问题 如果你听了几次之后 觉得书里面有自己的影子 也都不足为奇 当你群顿迷茫那时 刚刚好听到这本书 希望你能从文字里面吸取力量 不要向这个世界缴械投降 张爱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非走不可的患怒》 她站在青春的路口 她妈妈拦住她说 此路走不得 我以前走过 她不信 觉得妈妈能够在那条路上走过来 自己为什么不行 于是她坚持走上那条路 妈妈只好叹气话 一路小心 当她真的走上那条路的时候 发现妈妈没骗她 那条路真的难走 最后 当她拼命努力 一路坚持 终于走出来的时候 见到一个年轻人 正站在自己当年站的那个路后 她忍不住 好像妈妈那样在那儿捱 那条路不能走的 年轻人跟当年的她一样说 《非走不可》 于是她只好说 一路小心 我写的都是这样的一本 只是告诫 但是就不劝助 最后 只是说一句 一路小心的书 话语听来通俗简单 移动 每个人随时都可以停下手边的工作 听上两分钟 内容 或者没有什么很多 浓浓上口 类似格言警句的话语 但是无论你是谁 我希望 总有这样的一两句 能够点破你的处境 刺痛你的心 变大你的神经 或者 只是一种得到的梟幸 一种深暗世事 而不世故的智慧 在那篇文章之中 张爱玲仲说 在人生的路上 有一条路 每个人都飞走不可 那个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 不跌低过 没撞过板 不撞过头破血流 怎么练出钢筋铁骨 又怎么能够长大呢 人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成长都不例外 该做些什么 走什么的路 每个人都遵从耐心的声音 一步步摸索住 跌倒了 爬起身 撞破头 往后退 走岔路 走回头 迷路了 停下 面对年轻人 温来人不要幻想拦路癖 因为拦住他都没用 只能够过去跟他说一句 一路小心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 每个人的人生都要自己过 每个人都有需要 自己独立去完成人生的功课 因为经历 所以懂得 原天下所有不懂和懂得的人 成长不止 善良已久 前言 你当善良 且有力量 一个人越是善良 待人的底线应该越高 这样才能够避免纵容他人 也能够保护自己 我有一个在北京做幼教的朋友 经常一大早就要奔波 在不同城市跑业务 这一日一大早 我习惯性地打开微信 果然 他早早就发了一篇文 然后我看到以下这段文字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最早的一班列车 后背都全湿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位置 因为连过八旬的爷爷已经坐在那里 爷爷 这个位置应该不是你的吧 嗯 就得急 我买的是旗票 刚刚赶上边就坐边了 爷爷 你从哪里站下车 你从哪里站下车 没有多远 石家撞 我运气多好 火车就离开 这个位置都没人 我欲言又止 最后默默地离开 就被爷爷安心地坐了 人生之中 隐藏着柔软而有力量的情数 善良 可以让缺乏信任的陌生人 放下心中的戒备 正如罗佐夫所说的 人类感人肺腑的善良暖流 能够医治心灵和欲体的创伤 善良是一种良知 一种本性 它立足于道德之上 但是 我也都不止一次见过一些场景 例如 老师给学生的评语是 他很善良 没想到 家长不以为意地回应 现在这个社会 善良有什么用 最没本事的人才善良 我想说的是 不是善良不好 是我们今天对待善良的方式不对 而至于有一段时间 微信朋友圈流传着 爱陌生的名言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否则就等于你 这句话 一下子就督中了很多人的痛点 我认识一家人 他们从来都不同人正面起冲突 也都不轻易开口找人帮忙 他乐于帮助他人 他们将 我理解 我明当作口头线 对他人的要求从内不拒绝 结果往往仲惯了他人 为难了自己 所以我对善良必须有点锋芒的理解是 一个人越是善良 待人的底线应该越高 这样才能够避免纵容他人 也能够保护自己 我再讲一个朋友的故事 我的朋友在证券行工作 人看起来很温柔 温柔当中却又藏着一股力量 他做事很认真 为人处世都以常得体 例如 遇到同事向他寻求帮助 他会先了解具体情况 然后说 他这样说的时候 态度诚恳 语气也都十分真诚 同事听了之后 绝对不会怪他 反而事后很感激 如果有人向他借钱 一般情况之下 他在不了解对方的意图之前 会不紧不慢地说 这样啊 我先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好吗 等了解了具体的情况之后 如果对方是想投资 他就会回绝话 对不起 我对投资实在一点都不懂 我只能够拿了一点点钱 实在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而且 我们家的情况你都知道 有脑有暖 必须要留住笔金 没有余力帮你太多 我相信你都会理解 一般来说 对方就不会再糾纏 也都不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如果对方真的急需用钱 他会答应借钱 还会事先和对方说好还款的期限和方式 他认为这样对自己 对别人都是负责任的做法 我知道他当初借钱给他在墨尾馆的妹妹买车的时候 也都是先帮妹妹做了一个还款规划 跟他说什么时候应该换新的工作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财钱 在什么时候开始还钱 他认为这样既帮了妹妹 也都协助妹妹的成长 一开始有一些同事 同学或者亲友会觉得 他这个人过于冷静和理性 不是那么率真爽快 甚至有些人觉得他代人有点冷淡 但是我却观察到他这样做是对 这么多年来 虽然他都拒绝了一些人的要求 但是人员一直很好 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人 非常值得顺利 所以遇到困难都愿意向他求助 完全不同于我认识的那一家人 人们以善意助人 却是力不吐号 你可以善良 但是请不要无谓的善良 如果经过岁月的磨念 你稍微修炼出一些锋芒 反而可能犹孕于人际 更加松荣地生活 我已经明白了 所以我希望更多善良的人 都能够懂得善良的智慧 否则我们只能够将自己屈到内上 因为这个世上 有太多所谓的低能善良 例如缺乏常识的善良 好心的老太太为生病的朋友 推荐各种偏方 心怀慈悲的人 将海龟带到公园的池塘去放上 例如不同情受害者 只同情虐者的善良 例如你有一个不做家务 乱丢垃圾的室友 你忍无可忍发飘之后 必人却劝你要对室友宽容一些 例如用妥协隐容的方式表达 都是为了你好的善良 没有人的老公 喝酒赌博 还大男人主义 有一天 他出轨 他有人来劝他老婆说 好大夫妻一场 都还是原谅他 例如毛子经的帮助 却带来反效果的善良 姓米恩斗米首 不愿意将丑话讲在前头 结果不断借钱给亲戚 帮他们渡过难关 但是就想要在拿回借宽的时候 跟他们反目承受 我不能够为善良拿一个定义 但是善良不善良 你要自己学会去选择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 你越退缩 喘息的空间就会越少 日子也都不是用来将就 你越卑微 幸福就离你越远 你无需将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 属于你的就要积极争取 不属于你的 请果断放弃 不想做的事 不要勉强自己去做 忍了很久的事 不需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忍下去 不要再让别人来到 浅踏你的底线 一味忍让或者取悦 这样不是善良 而是你不想承认的懦弱 也都不要做别人不喜欢 不会感激 你自己也都做不好 也都不喜欢做的所谓善行 只有挺直条腰 这个世界才会被你属于你的一切 如果你的生活只是对世界擦然观色 然后满足于眼情的狗扯 如果身边的人总是忽善你的存在 如果你的被认同是靠委曲求存 那请记住 你当善良 且有力量 那么观ve 我还没有观av